我想要回應一下昨天其他對我的評論 就是公共議題大家意見不同 互相攻防 我覺得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有一句話我不能認同 就是有人說 你不說話沒有人會把你當啞巴 我覺得這句話呢 有歧視伸仗者之嫌 因為為什麼不說話就要把它當成是啞巴 而且我們通常不說啞巴 我們說聽仗者 我們的言語當中 不要用歧視伸仗者的話語來做形容詞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妥當的 特別是我是一個伸仗孩子的母親 聽了格外刺耳 所以我覺得請說這句話的人 把你不說話 沒有人會當你是啞巴這句話收回 同時要跟所有伸仗者道歉 我們做任何的討論 請不要霸凌身仗者 不要把聽仗者拖下水來打 柯主席您有提到說 郭台銘在國民黨內的仇恨值最高 那昨天又傳出說 六七月要直接徵召侯友 那您不看 這個部分黨中央已經否認了 而且朱主席非常的嚴厲說 請大家不要放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恐怕也是 朱主席很討厭的 有一些不明人是在放話的問題吧 如果有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